水目为止 东碧湾 养狼当犬 看家难 默染炉瓷 黑不久 粉刷乌鸦 白不鲜 蜜溅黄连 终虚苦 强摘瓜果 不能甜 好事总得善人做 哪有凡人 做神仙 武松打虎之后 尤其老百姓都瞧见了 打虎的英雄 而且对武松来说 最大的喜事 是在街上碰见了自己的哥哥 碰见武的狼子 哥俩相逢是抱头痛哭 回家吧 一叫门 潘金莲出来 五二爷往大门口这么一站 潘金莲这心里边 蹬蹬直跳 我不知道你哪一个有经验 男孩也好 女孩也好 碰见心仪的异性了 那个心 蹬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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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了大鼓子点 潘金莲莫名其妙的 有大心里边 蹬蹬直跳 而且这脸悄然间就红了 哦 这是叔叔回来了 叔叔 小叔子吗 大爷高兴 是啊 别睡嚭绝 das 七 representatives 小 让到里边 当天 炒的菜 买的肉 打着酒 一家三口对坐饮酒 庆贺团圆 高兴 当天也没别的 都说明白了 说这样吧 今天兄弟回来了 以后咱们和家团圆 五的爷两口子睡到二楼之上 一楼归着出来 让五二爷睡 说转过天 还得去趟县衙门 面见太爷 早休息吧 当天晚上就睡了觉了 四日清晨赶奔衙门口 见太爷叫史文奎 太爷很喜欢他 说你这个能力太大了 留在本县做一名都头 什么官呢 咱们说一个比喻 大约就是县公安局的局长 你愿意不愿意 说我非常愿意 打这起就留下来 也就是好多人说 这是五都头 就是从这开始的 白天上班 晚上回家 挺好